好,我们来看一下绘画里面的run方法 看一下它有两个参数 也就是说我们最经常用的呢 只有两个参数 看一下fetchies fetchies是什么 就是一个签到了列表 或者元祖运行ops和计算探测 也就是说这里面的东西 我是要去干嘛运行的 就是你图当中的结构吧 看到啊 就是你图当中的结构 那你这个run 这个地方的run 开启这个run 是不是运行你要东西啊 如果说我要运行ab3米怎么办 你就不能说我填3米 再填吧 填3米再填A再填B 它把你当成了 当成三个参数了吧 但是你要把它当成一个整体 是不是要翻到一个 列表里面去 比如说A B 3米 看一下这个结果 5.0 6.0 11.0 都出来了吧 哎 这个就是你的这个run时候 对吧 好 那么这个参数我们知道干啥了 其实就是运行整个图的 是吧 但是还提供了一个非常便利的参数 叫飞的地 在讲比特地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填进去的东西 刚才有一句话叫重载的运算 浮衍的运行 注意到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有可能同学就在这里容易出错 注意到啊 当我这里定义到这个ab3米 我们已经知道 这些ab3米是不是一个什么op吧 对吧 里面是有数据的 它可以运行出来 好 那如果说 我现在就在这里 我定义什么呢 比如说x 或者说定一个y1 等于 2 1 2 等于3 好 我现在来一个 3 2 等于 1 加 8 2 那么请问这个3 2是什么类型啊 就是一个普通的英语类型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能不能在我们的 tunceflow当中 绘画当中去运行 对吧 3 2 看一下报错了吧 那说明这样能不能去运行 所以这一地方一定要注意了 这是你写电码最容易出现的问题 对吧 有时候写着写着 你就自己用一个 pathon里面的这些东西去定义了 那一旦定义之后你 运行能运行吗 不能运行 你想要比如说两个加法对吧 你发现不能运行 就是因为你这个类型 它必须是一个什么 你必须是一个tunce 或者一个这样的一个operation吗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一个tunce 或者operation对吧 那所以我们定义的操作 必须是这个 那所以我们这里面要是不能运行的 对吧 不是tunce类型 不是这个op 对吧 不能运行 我们就直接理产生不是op 你所有的这些东西不能运行 但是我们tunce below也会有个重载东西 有重载的机制 什么是重载啊 是不是就像你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加法 对吧 我现在也定一下 但是运行哪个加法 是不是我的加法 我覆盖了你的原来东西 好 比方说我现在定义的一个 当然把类型先统一下2点 那接下来我们把521跟什么相加呢 我要跟a相加 而且我不是使用tf.add 我要使用这 比如说a加上干嘛 121 那我们返回一个some2等于这个 那看一下521是什么 是一个整形吗 a是什么 是一个这样的一个5.0 这样的一个加量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果来运行 还是什么 哎是不是正常打印出来了 那也就是说默认在tunce below当中 你的这个是不是可以重载吧 当你定义的有一部分是int 或者说其他类型 你有一部分是op 那最后你结果是什么 也是op类型 那有重载的机制 比如说默认的会给运算符重载成opop类型好 那么接着来看三毛 我们打印一下他的类型对吧 既然我们说这个他就是一个op类型对吧 我们来打印一下三毛他到底是什么呢 来看一下这里的结果 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一个add的在那个操作吧 他的值是不是一个称赛 哎就说明类型先不看对吧 说明这个三毛是不是被重载成了什么 一个op类型所以在tunce below当中你可以去重载运算符去做包括java乘法图法减法这些操作是不是都可以啊 都是可以的这点要注意了好那所以乱或者说我们的绘画当中是可以重载对吧 你的这个op是可以重载的这也要注意了 那接着我们要使用第2个非常重要的参数叫什么呢 biddict 这个biddict呢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是允许调用者覆盖指定张量的值提供给faceholder使用 在这里我们还没展到张量一些基本的东西 你先就看了就行对吧 张量我们刚才通过定一个op这里面是不是就一个张量吧 这个concent是吧 那假如说啊 这个concent呢 他不固定 或者说这个东西不固定啊 就5.0那怎么办呢 假如说你现在去训练数据训练这个模型 我们在写啊 然后说你去训练模型训练模型训练模型你每p4每p4训练 假如说我不知道每p4有多少个样板是不是那这样的话训练的话 你是不是有东西不固定吧 你不固定怎么办 你怎么去前数据去训练 你怎么说我先定好了 然后我给他100个对吧 但是你下次变成了200个300个样本的时候你还能用这个100个这样一个形状去装吗 不能对吧 那所以你在训练的时候那我需要去实时的提供数据训练 注意了这个地方是有单独的应用产品的也就是说配偷的基本上在这个产品去用其他的我们就不用的实时的提供数据去进行训练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我实时提供数据那怎么去做呢 一般我们使用这样一般我们使用这样的一个run里面有个feed dig的方法 这个方法是结合placeholder的使用 那我们来看这个placeholder是什么呢 啊 placeholder 这个PAC PAC 主要底下是一个站位服 什么是站位服啊 是不是就像你我先站位置对吧 我这里没有数据 我先站一个位置 然后再干嘛 运行的时候我再提供给你数据给你吧 哎 这里面就说我在这里比如说在这里训练对吧 我训练一个几千次对吧 破碍几千次 我是不是可以每一次实施机构数据 这个就是站位服务 那这个站位怎么定义呢 就是tf.placeholder hord 好 那这里面什么参数怎么写呢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个就是你定义这个数据的类型 当然类型还没说 那我默认我们就先按这个flow的去写啊 然后第二个参数是什么 形状 第三个参数是name 这个name我们先不讲 它是在tensorboard当中去使用的 注意了啊 所以我们现在只有考虑这两个参数就行了 好 这两个参数对吧 第一个是你的类型 我们先默认使用flow的三号了 对吧 接着它要指定什么 指定你的形状 注意了 形状我们之前说了 这个形状是跟我们所有的这些东西都通用的 那你用一个列表装 如果说装一个5G是个什么形状 是个什么形状 是不是就一个eve形状 里面有五个元素啊 那如果说我指定一个52是什么五行两列的吧 好 当然我们数据就不给多了 比如说我们指定一个两行三列 那也就说我定了这样的一个比如说用一个plt去接收 注意了 注意了他也是一个op能力啊 那里面装的是什么啊 是不是一个plt里面的这样一个tensor 但是tensor里面有没有具体的数值 没有那怎么办我没有数值 所以呢我在运行的时候就可以提供 好我现在啊 只要运行plt那我用一个feed 这个不是一个列表 只有运算一个的话你就不用填列表了 feed 干嘛呀 我把数据给你 那数据给你的话 我是一个字典 feed 的的是一个字典 注意了 feed 的一个字典 那这里填数据的时候呢 是简直对吧 那简直什么呢 就是你plt的名字 值是什么呢 就是你填充的数据是什么 那注意了 你第一的是两行三列的数据 那你填进去是不是必须得也两行三列吧 哎 这点注意了 所以你在这里要填两行三列的结果 比如说一二三 四五六 这是不是相当于是在运行的时候 实时的提供数据给你去训练吧 哎 那这样的应用程序 我就可以去运行一下 看一下结果有没有出来 是不是相当于是哎 两行三列的一个结构 哎 这就是可以凑的 与philadict 一般是结合在一起去使用的 这个啊 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用得到 只是你实施训练的时候才用得到 好 那在这里比方说 如果说我每批次 或者说我对啊 我一训练 哎 样本不固定 那我们用什么呢 用noun表示 样本不固定 那样本不固定 那我填进去 是不是我的特征应该填多少 是不是三个吧 那你的样本数 有没有固定啊 没固定 那我应该填多少 就随机你填 你随机填之后 你这个结果 你这个tate后 plt 我们来打一下plt 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类型 看一下plt的形状是什么 问号三 说明你前面的函数有没有固定 没固定 你的列数固定了 所以我们在填补的时候 你就可以任意填了 但是列数是不是一定要注意啊 一样 那所以我们这地方可以加任意的 对吧 比如说234 好234 那也就意味着我最终这个plt 是不是就可以接受 接受三行三列的结果吧 哎 就是说你就可以任意的函数 都可以打印出来 结果 是不是这样啊 所以这地方要注意啊 session其实也不是特别难 对吧 它就是提供了这样运行东西 其实在运行的时候呢 还可以去实时的提供出去 那这里面就是b的 dick的一个作用 当然有一些session呢 有一些错误啊 基本都是session去报的 为什么是session报的 因为是他去运行这个东西的吧 那所以你要看到一些 run time error tab error value error 都是session去报出来的 那这种错误要知道 他对应的是什么错误 啊 这点要搞清楚啊 这里面我们会以后呢 遇到错误会一一去看看 那是什么错误 好 先下个休息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